第16題 上表為N站在速線上朝同一方向運動的位置對時間關係 請問他的運動狀態最有可能為何者 我們可以看表上可以看得出來 經過2秒鐘他走了3公尺 接下來2秒走了3公尺 然後2秒走了3公尺 這個2秒鐘也走3公尺 表示他在相同的時間之內都走了相同的距離 所以他問我們說 他的運動狀態最可能為何者 我們答案應該選的是A等速度運動 因為他在相同的時間都走過相同距離 同時方向也沒有發生改變 第16題我們答案選A